根据亚足联的最新消息 由于中超联赛在今年的10月1号之前 已经达到了亚足联的A级评估标准 因此在明年的亚冠联赛 中超的参赛名额将被增加到4个 新的亚冠联赛各国参赛资格数量 使亚足联亚冠联赛委员会经过近一年的时间 通过对各国联赛的组织机构等10个方面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 中超联赛以414.8分 仅次于日本G联赛和韩国K联赛排名第三 其实早在今年5月份 亚足联就已经通过了亚冠联赛的改革方案 09年的亚冠小组赛将在东西亚两个大区进行 每区4组共32支队伍 除了赛制改革之外 09年亚冠联赛的奖金也将大幅提升 总奖金额将达到2000万美元 最后夺冠的队伍将获得150万美元的奖金 比之前的60万美元足足翻了两倍多 从分组上来看 中超参赛的4支队伍将分别分在EFG H4个组 其中E和F两个小组中的其他三支球队 来自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晋级形势将异常艰险